请各位再帮我开启另外一道练习题 在范例档案里面的话有一个叫台北市的住宅窃到点位资讯 打开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档案里面总共会有几笔资料 Ctrl向下 总共的话是3322 -1的话3321 等于是说历年来从103 不过103除以笔怪怪的 OK从103到111年1月23号 总共发生的窃到数量就这么多 那也就是说这么多年 等于是100算104好了 这么多年里面发生的窃到 那当然这个数量算多吗 其实看起来好像其实倒也是还好 OK 那当然姑且不论我们这个资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不精确的问题 我们只是针对这个资料做统计的话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几个讯息 总共3000多笔资料 那我想要知道到底这个资料里面 反映出来的结果 能不能看出历年的治安到底有没有变好 OK 那历年的话实际上就是说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的话就是 Ctrl向上 发生日期 那这边的话就有记录到民国年 那这个民国年呢 基本上 我们如果说要知道历年 那当然很简单 我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把年的部分栏位先产生 然后再利用什么 其实用枢纽分析表 其实就可以马上帮我把每一年的发生案件总数 帮我加总在一起 那如果可以加总在一起之后 那我当然就知道说 每一年的总数量到底有增加还是减少了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用 也是一样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可以完成 那只不过呢 如果枢纽分析表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那当然第一件事 你必须要先怎么样 先插入一个栏位 我前面讲过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 那你就先插入那个栏位的话 栏年嘛 所以就产生一个叫年的栏位 所以按右键 插入一个栏位 然后呢 把他前三... 其实理论上应该说前三个字吧 所以前三个字的话 我们可以插入函数 利用什么 文字里面的LAPT 那这个LAPT函数的话呢 就可以抓这个资料里面的前三个字 所以给他资料 然后前三个字 他就会得到103 OK 不过 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他其实原来的资料 是靠右对齐 原来是一个数字 那因为经过LAPT函数 他其实是把它当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他靠左对齐 所以103是103的文字哦 那因为我们后面其实没有需要运算 所以其实他是文字倒也无仿 所以把它向下填满 OK 好 那有年之后的话 就好办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看有没有正规的话 有 OK 那有没有 没有啦 所以这个不用改 然后插入枢纽分析表 范围对不对 范围对 按确定 好 那确定之后的话 我可以把年怎么样 拖拉到这个列的位置 年拖拉到列 意思就是我要统计 那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重复的资料 全部移除掉 有点像移除重复 留下不重复的这个年份 OK 那从103到111 第二个的话 我要把这个不重复的资料 帮我算一下 到底他的比数 到底是多少 所以你拖拉到值之后的话 那因为这个资料里面放的是文字 所以直接计数 当然如果是一个数字 他自动帮你加总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就会出现什么 104年的比数 687 105的话 663 好像逐年递减 OK 越来越少 不过这边的话 有两个年份 有点怪怪的 103就一笔 不可能 理论上应该是越来越少 103应该是更 只是说他可能 在记录资料的时候 没有记录到103 所以其实理论上103可以不要出现 111年因为还没结束 所以其实放这边倒也是有点不太合适 所以理论上 我希望把103跟111年不要出现的话 那其实你们可以从列标签旁边的箭头 点选之后的话 把103打勾取消 把111年的打勾取消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留下来就是我要的 104到110 然后呢 当然你这样看是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可是其实最好可以配合年 因为年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画一个折线图 所以呢 再来我们可以配合 右上角这边有个 枢纽分析图 然后呢 会是一个折线图 习惯上会有节点 所以呢 我会选择 这个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OK 那直接按下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会帮我把 历年来的那个 这个治安 这个切当案件的数量 帮我把它绘制 根据每个年份 绘制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104到110 去年 哇 感觉越来越来越 数量越来越少 那当然这个客观数据 可以了解 其实基本上 应该是治安 好像越来越好的 感觉 的趋势 所以以这样来看 应该会越来越少 OK 那所以呢 这个名称的话 当然标题名称 也可以改一下 这个叫什么 历年治安统计好了 OK 就是历年治安统计表 OK 类似像这样 统计图 OK 那一样呢 就是把这边呢 名称稍微改动一下 然后把它放大 换个颜色啦 等等的 OK 那另外图例 这个图例好像有点多 以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产生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图表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后面的话呢 如果我还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我想 除了说历年治安 我大概知道之外 那如果我想要再知道几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根据 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什么 可以把这几个字 然后把这个工作表名称一样改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切过来切过去 OK 好 那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历年看起来好像台北市的治安 有向往好的趋势 好的方向去走 那接下来的话当然 如果我希望知道就是说呢 发生地点到底哪一区 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啦 我是希望说 哪一区的切到按键最多 那最好是可以帮我怎么按照那个各区的数量做排序 也就是说啦 但我是希望避开那个切到按键最多 所以我希望帮我把那个最多的排在前面 那最少的排在下面 不过理论上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啦 最好的 最差的应该是中山、士林、北投之类的吧 我猜啦 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以拿实际上的资料来统计看看 那最好的我想应该是像大安区吧 应该大安区是最好的 那其他木榨区应该也是文教 然后理论上是这样啦 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不过呢我们可以直接就拿这个字 但问题来了 一样的问题 如果你要做统计分析的话 它没有区这个栏位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在这个地方 一样按右键插入一个栏位叫做区 那区的话呢 其实统计也蛮简单的啦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试着把那个历年来的治安统计图 先统计出来看看 那我刚刚其实只是说在发生日期的前面插入一个栏位 栏位名称叫年 然后再利用插入枢纽分析表 把年绘制成一个折线图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这个部分 哦 谢谢观看